我听你们这故事 真是听得我心跳都加速了 气得 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不管男孩子 女孩子 青年人 对于自己的感情对象不能确定 说要结束一个 开始一个 可不可以 可以 说有的人喜心 厌旧 可不可以 差点意思 但也 可以 但是比喜心厌旧 更让人遭恨的是 喜心不厌旧 但是比喜心不厌旧 还让人遭恨的就是 明明喜心不厌旧 但还在那儿说 我是听我妈的 你妈招你惹你了 你妈把你养这么大 说让你去考雅思 给你掏钱 结果你骗你妈去玩 你妈跟你养这么大 你说开个餐馆 然后就给你拍好几万 你妈妈如果知道 她就教育出来一个 对感情如此不尊重 如此自私的儿子的话 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教育的失败 太失败 明明就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婪 明明你知道你最后跟这个女孩 不会有结果 但可能有其中 有一些东西是还吊着你的胃口吸引到你 你还没有厌倦 我不想再说你什么 我真的觉得你今天站在这里 不是一场爱情需要去反思 而是一个教育需要去反思 另外女孩 我生气 有一半也是生你的气 咱们就这么没价值吗 一切的答案都这么清清楚楚摆在桌面上 然后就是让自己忍不下心 为什么呢 你太不把自个儿当回事了吧 他有什么可吸引你的 对感情不忠 做人没有诚信 对父母不孝 他有什么可吸引你的 站三个小时你就心软了 那不叫心软 那叫没原则没底线 作为一个女人 如果不自己爱自己 不自尊的话 那就只能任由这些人去倾鉴 哎呀气死我了真是 别气饭 我觉得这真的不能用 因为你们还小还年轻 2627不小了不年轻了 不能用这个东西再去糊弄自己 好 谢谢白老师 上舞台是需要勇气的 无论是站在那的当事人 主持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嘉宾 我们都是有勇气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不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或者自己的品德也不怎么样 我是不好意思坐在这里的 而作为当事人站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你知错 你到这儿来是抱着诚挚的态度的 我是可以理解 但是站在这儿 反而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佩服你的勇气 上个星期 有一个朋友 儿子在深圳 也是跟深圳的一个女朋友 谈得特别好 后来呢 她母亲也挺反对 但她母亲并没有阻止她 而是给她在自己的家乡 找了一份好的工作 第二天她儿子就回来了 然后她母亲问 你跟她分手了吗 她说我没跟她说 就回来了 然后她母亲就跟我说 她回来了固然是好 但我怎么突然觉得 我这个儿子是一个 无情无义的家伙 我突然瞬间 我那么看不起我的儿子 是个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你母亲怎么想你 我觉得大部分父母 遇上这样的情况 是不应该去干涉的 让你自由地做选择 但是一旦看见你 脚抬两只船 父母是一定要干涉的 父母可以反对你 与他之间的感情 但绝对不能允许 你做出不道德的事情 如果要让父母选 宁愿让你跟他在一起 也不要你脚踏两只船 这应该是做人的原则 所以你一定要认知清楚 爱情一定是忠诚而排他的 你的真心只能给一个人 当你跟另外一个女人 没有所谓的爱人关系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接受 别人一万块钱的资助的 你凭什么呢 朋友 你自己内心清楚 朋友这两个字眼 到底有几分重量 在你的心里 听见没有 你我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自己要把自尊扔掉 你还怪谁呢 很多东西是自己捡回来 别的没什么话好说 就这样 一会儿坎成一点吧 好吗 女生把自己丢掉的东西 捡回来就好 今天还挺好 今天算是一个重新审视嘛 对吧 老师帮你审视一下你自己 老师也帮你审视一下你 审视完了以后 还可以重新开始 不要再错下去就好了 好了 下面的时间就留给他们吧 一起进入 真情六 其实 我觉得 我是喜欢你的 但是可能是因为 我父母的原因 他们影响我 做的选择 我觉得我也是 有点太没有逐渐了 没有自己的意思 我真的 希望你留下 我不知道 该怎么 对待咱们俩这段感情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想吧 还没醒吧 好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关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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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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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恋爱结的婚 也谈了三四年 应该很了解彼此了 是吧 对 现在想要的吧 是的 他不想跟你要 对 为啥 我没有说不想要 我只是觉得这个 时机还不太成熟 我不知道他说的时机 是什么意思 对 我也不太懂 你说说什么是时机呗 我觉得现在 经济压力比较大 现在谁经济压力不大 那身边哪个朋友 不都这样子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种想法 是太自私了 我看一下资料 这上面一个36 一个39 对吧 对 结婚也四年了 对吧 这四年内 应该有无数的机会 要一个孩子 为什么一直没要呢 怎么说呢 其实平常也忙 他说的经济压力大 其实我也承认 现在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也想就是早点生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回避 这个你觉得 什么时候时机成熟呢 起码得家里条件好一点 经济实力强一点 因为我之前是经历 过一段婚姻的 然后 有孩子吗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自己有孩子 所以他 他无所谓 他肯定是这个原因 男孩女孩 男孩女孩 多大了 十一岁了 现在跟你们还是跟 是跟我的那个前妻 对 护养费你给吗 每个月都给啊 买房了吗 买了 有房贷 两套 有钱人两套房 没有 都是之前婚前 当时我们家也就是买了 然后他们也买了这个 有车吗 有车 有贷款吗 有贷款 都有 现在压力也挺大的 我觉得他是因为 家里之前已经有小孩了嘛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这块不上心 感觉特别不上心 你们家钱谁管 他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工资我管着 然后他其他的一些钱就我没管 他平常还可以去做些演出啊什么的 做什么演出 因为以前就是 我们认识也是 曾经就是在一起 乐队里面原先年轻嘛 现在老了 没做乐队的 对 是钱的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啊 现在他为了要那个孩子 他很多做法都比较极端 比如说呢 比如说现在 像我压力非常非常大啊 我现在每个月 要还到银行的钱 大概有九千块钱 可是我觉得这不叫理由啊 现在身边哪个朋友不是 还着贷款 我们每个月虽然说 没有什么太多的劫余 但是我们父母那一代 他们生小孩 没钱他也能生对吧 国家都开放到二孩政策 对不对 我们还担心什么呀 而且现在父母 都还能帮忙带孩子 那以后老了怎么办 更加麻烦啊 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就错误 怎么错误呢 现在和以前能比吗 现在你生一个孩子 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少吗 而且我现在的想法是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婚姻嘛 有个孩子 而且我现在对我那个孩子 我是比较愧疚 因为不能把全部的爱都给他 如果我现在打算要孩子的话 我就想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他 把我全部的爱都给他 所以我就想再创造一个最好的条件 你这个全部的爱不一定是条件 我觉得最起码我这个经济上的 能给他比较好的一个 我觉得他想法太那个什么了 而且我觉得他想那种想法 说我有一个孩子就不想再要 他肯定就这么想的呀 我觉得非常错误 我觉得 你想现在他买着房了 还着贷了 然后将来这套房子 肯定是给他儿子 对不对 我觉得他会这么想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可笑 然后我们现在挣的钱的话 将来可能也会 对吧 然后我没有孩子的话 这些钱给谁 其实我觉得 现在他做法有些什么极端 我要孩子有什么极端 你想想 不是 我不是说你要孩子这个想法极端 你的做法有点极端 为什么 你看我孩子就是 今年小学毕业了嘛 他要参加一个培训班 就是我之前的话 每个月是给他的抚养费是1500 在我们那个湖南那个地方 1500比较标准偏上一点点了 然后这一次参加了一个补习班 补习班的话大概有8000块钱 然后我和我前妻就是一人一半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工资啊 包括一些什么 全部在他那边管 然后我那天要这个钱 那你不是还有演出费吗 他又推又推 不想给什么的 你不是还有演出费用 你可以自己给吗 对吧 然后这些钱的话 我当然想存起来 将来我们生孩子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笔钱呢 你见过他儿子吗 见过 怎么样 挺好的 关系呢 关系处得挺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他做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段 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在那边 开了一个公司嘛 开了公司他现在 小公司 就是为了 为了要生孩子 他想把这个公司不干了 卖掉 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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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本来做婚庆 然后我们 有的时候都是通宵通宵的做事 然后特别累 特别累的话 然后我现在就是 年纪也大 就想能够多点时间 能备孕 就是身边很多朋友 现在都生孩子 网站上面都是晒娃呀 然后小孩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我呢 我感觉我好像一无所有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